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音很有自己的个人特色 同时在音乐的理解和领悟力上 持续进步的女歌手 特别大线条的外放型女歌手 他有很出色的嗓音 有很现代化的次序的写作 新生代理的时候 比较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 如共祥是在圈内非常受认可的一位作曲人 中伟跟坤哥的感官先生 就是来自他的作品 非常全能的很厉害的歌手 感觉我这把应该能赢了 天赐健康贵宝滋养音乐新生 欢迎两位队长来到我们的先后手抽签环节 但我首先要特别提醒一下两位 抽到二的可以根据前面的情况 调整自己队员的顺序 中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车交卫视大学》 第一支音乐节目 《天赐的声音》第五季 在这里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 这一期是我们《天赐的声音》 最后一期在室内演播厅跟大家见面 一周以后我们会去到湖北宜都万人体育场 共同期待着各位跟我们一起见证 《天赐》金曲的诞生 此刻有请各位音乐合伙人 拿进身边的东阳光鲜虫草进行品尝 为你接下来的舞台加油助力 有请各位 根据我们之前的规则 我们首先要邀请第一组音乐合伙人 有请队长极克俊英 我们今天出战的第一位是 《天赐》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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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赐》 这一次合作的歌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一样就是会开花的云 这首歌其实就是讲的 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还是会勇敢地去前行 还是可以看到希望的感觉 你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吗 因为我以前专业是学舞蹈的 老师给我一句话 说高个人女孩去做技巧 是不太容易的 然后我就不服 我就非要去练 因为我本身在学舞蹈的条件当中 就是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柔韧度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就是死将 我就一定要去练 对 所以最后到毕业的时候 我就成为了 在我们班技巧 太不错了 太不错了 因为我之前来是加油曲 一直都有一个目标 要去突破自己 所以也感谢节目组 给到我这个机会 因为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去年发行的嘛 它一发行 我就有听到这首歌 然后它里面的歌词 梦是会开花的云朵 就跟我本人会有一些贴合吧 就是好多事情都是希望 这样可以往更好的方向走 本期金曲为 姚小棠 极客俊逸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只要你一步一个脚印 你的梦想总会开花的 在很迷茫的时候 听到这首歌 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所以我会背着 小小的重重的梦 到最后去见更好的我 想说的多都记不得 相本想说的是 semb patriot 然后 Jeffreyに教育 和你一步一步 沿着 ли桑 像个你一步 要�减的影舍 Electronic realize 尤其一气 你一步一步 然后就买 biting 画作 飞奔 穿梭脑式的风 你笑了我 笑了 你说翻译那座天空 还有谁在等着我 梦是会开花的云朵 每当阳光穿过滚落 我想是你的笑着我 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 成就了我的那首歌 更成就了你的一样生动 打散 躺过 大雨在时后 许过原造 环游晴空 背着翻山越岭那个梦 揣住命运一袖 在路口等我 就看清我的人一笑的 相信我 等等我 你说翻译那座天空 没有谁在等着我 梦是会开花的云朵 每当阳光穿过滚落 像是你的笑着我 最时光的最深处暖 来就着我 你说翻译那些寂寞 就会看到那花痕 一朵一朵天 尝尝 幸好跟你 走过 走到了 正确 偷了时空 未来落在的眼中 我 抬起了头 我 幸好 走过到不同时空 去见更好的我 我 听感动了 接下来我们把掌声送给贤子 还有小棠 大家好 我是贤子 这是来到天赐的第四季 我终于站上主舞台了我 这一次合作是我第一次见小棠 但是我感觉我们两个就是 声线也很搭 对 然后所以我们选这个歌的时候 就是非常快速不谋而合 对 小棠 听说你在彩排的时候 速度哽咽 潸然泪向 谁好 走过的不同时空 我在那之前都是很冷静的 但我就觉得就是那一个主角 其实这首歌就在我很迷茫 很失落的时候听到的 然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的歌词 就是 梦是会开花的云朵 然后相信我 懂得我 我觉得我来天赐 是我又一次梦的开始 然后每个老师都有在鼓励我 帮助我 我以前真的是不敢去接受 别人对我的善意 但是我现在接受 然后我还要去反馈 我要去表达我的喜欢跟爱 很喜欢这个舞台 两位歌手在唱的时候 让我感觉到就是 有点像自己和自己说话 自己可能跟某个时期的时候说话 有问 有答 那我刚才看到这歌词里面 我其实觉得有一句 非常的适合小棠 背着翻山越岭的那个梦 拽著命运一休在路口等我 叫看清我的人一一晓得 相信我 懂得我 不要再说了 哎呀 过来 我觉得这一句 哇 好适合他 然后贤子说 翻岳那座天空 会有谁在等着我 梦是会开花的云朵 他就好像 过去或者未来的一个自己 就好像告诉他 结果其实不重要 你现在的过程好好享受它 这是这个舞台带给我的一个感受 所以非常谢谢两位歌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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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首歌美极了 你们两位美极了 我好感动 我有一瞬间 我感觉我鼻子有点酸酸的 就是 是吧 是 我有时候觉得啊 音乐啊 就是应该把自己全部的释放出去 我才有机会感动到大家 那我刚刚听完这个舞台 我觉得两位老师明明没有用什么力气 就唱得非常的这个轻描淡写 就把我给打动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 不管是作为歌手还是制作人 我觉得应该学习的一点 谢谢 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声音 不知道哪个部分有点像 分开各自唱的时候 都还是有自己非常有特点的那一面 但两个声音交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会有点分不清 但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是合唱最好的一种状态 我补充几个细节 就关于大家为什么比较喜欢这个歌 其实他最后一遍副歌的这个和声设计 是非常好听的 然后整个和声两个人 因为音准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刚才说的感动 我觉得那个感动是来自音准的力量 音准到一定程度 它一个共振能够达到同频的时候 它会是给人一种身心非常愉悦 甚至有点感动的状态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因为选子老师我听过一场 现场听过几次了 对 我觉得今天最酷的一点 就是他把录音棚的状态还原出来了 我觉得我歌的旋律 歌词 包括演唱都非常的经典 它会让我想起了 我小时候听徐美静 听许如云 听万芳那种的状态 就是在我听磁带 听CD里面听到的东西 就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老喜欢说很新潮音乐 但我觉得这种音乐很经典 我觉得好酷啊 我觉得他也很酷 谢谢 二十年的时间 贤子依然站在音乐的舞台 这是经过时间和观众的认可 这就像我们的东阳光 仙虫草一样 对那份初心的坚定 才保障了舞台和我们产品的高品质 高要求 谢谢大家 当然也谢谢我们东阳光 仙虫草 一直以来的健康守护 让我在舞台上依然有饱满的状态 传递我的音乐态度 是的 我们的东阳光 仙虫草呢 专注冬虫夏草行业 已经整整17年了 带来好虫草先着吃的滋补体验 为你的健康助力 让你勇敢追寻人生的光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贤子 送给小唐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请罗总 此刻邀请张碧晨队长 为我们安排你们队的 下一组音乐合伙人 派出我们组的 陈楚生和杨柯老师 掌声有请陈楚生 杨坤 《泥巴》是一首写得非常好的歌曲 它其实写到了我们今天 很多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就是如何看待这些负面消息和情绪 我觉得泥巴其实是现实 向你丢过来的一个难题 特别是我们在一个互联网时代 有很多时候这种文字 言语 它其实就能够让一个人崩溃 那你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 你是逃避 还是想办法解决它 那当你去面对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它可能 铸成强大的一个堡垒 没有那么容易受伤害 我听到这首歌 第一的感觉就是很光明 也很美好 面对生活 还是有一种乐观向上 正能量的感觉 那些吉他的音色 特别让别人有希望 光明 到那个尖奏 打开的时候 你就觉得 就感觉 好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 是 包括后面的 我觉得都可以互动 我可能唱这歌的时候 就比较外向 让大家能够感觉到 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很直接地告诉别人 不要难过 不要伤心 楚生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可能也有一种 自己的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用他独特的那种哭腔唱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命不同的阶段 总会有这么一段 自我否定 或者是你自己不如意的 那么一段时光 那这个时候 必须要你的内心很强大 像你妈 像这首歌里面表达出这种形态 去生活 去面对你所有的一切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 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的 旗帜鲜活奶粉 天赐鲜活时刻 欢迎坤哥 你好 坤哥这次是跟楚生歌 有一首泥巴的合作舞台 这首歌会有改编吗 在编曲上比较创新 去做了一些大胆的设计 感觉更光明更乐观 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次的舞台 谢谢 谢谢 心事很多 没有人诉说 熄灭 做了一些热气的热气 太灭了 像你 太灭了 超过 妈妈说过 要光明累了 种花的人 明天会好的 时遇着也可以快乐 他们抄我扔泥巴 我哪泥巴种柯花 他们抄我扔石头 我带石头骑上楼 我不省��� 我眼里只有花朵 他们抄我扔泥巴 我拿泥巴种和花 他们朝我扔石头 我拿石头骑小楼 我不闪躲 我眼里只有花朵 心事很多 没有人诉说 熄灭眼头 她好像哭了 请你别在夜里难过 妈妈说过 两冠冰雷落 中华的人 明天会好的 十语着 也可以快乐 他们朝我扔泥巴 我的泥巴种和花 他们朝我扔石头 我拿石头骑小楼 我不闪躲 我眼里只有花朵 后来听说他们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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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离开了 彻底离开了 寂静的夜空 生气已打扰烟火 那不差我扔你吧 我扔你吧综合花 那不差我扔石头 我扔石头起小楼 哦哦哦哦哦哦 我不羡慕 我眼里只有花多 那不潮抹我扔你吧 我扔你吧综合花 那不潮抹我扔石头 我扔石头起小楼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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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羡慕 我眼里只有花多 哦哦哦哦哦哦哦厚命 You,You One,Two,Three,Stat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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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问 特别想问一下二位 谁选得这么棒的一首歌 《主声》选的 这个歌的歌词 它就特别让我有感触 歌词的意义远大于旋律 他们朝我扔泥巴 我拿泥巴 种荷花 他们朝我扔石头 我拿石头去小楼 泥巴可能是一种耻辱吧 我觉得 但是这种耻辱 给了你以后看你的心境 如果你心态很好的话 对方给你什么 其实你可以通过 你自己的方式来消化 你给我什么我就接着 你骂我什么我都不管 反正都有个很好的心态 就让我想到了 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编曲 编得再美好一点 有光明的 有希望的 特别乐观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方向其实挺对的 我也不知道这首歌 什么时候在我的收藏夹里面 然后这次选歌的时候 我就突然翻到我的收藏夹 我就 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 然后我就再看歌词 我觉得好适合我们俩 妈妈说过要光明磊落 中华的人明天会更好 可能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爸爸妈妈跟我们说过很多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烦啊 天天都是这两句话 但是往往这两句话 如果你能够放到心里面的话 以后有很多的问题 你都能够迎刃而解 对 所以我觉得长到这么大了 突然看到这个话 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很打动我 刚刚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首歌啊 我看到是一场 父子在喝啤酒的戏 父子 真的 我感觉就是刚刚楚生说的 我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我不太完全明白 一开始的时候 它还是有点秘密的 然后杨光老师就感觉 I don't care 你不需要care 你不需要care那些泥巴 然后慢慢慢慢地 也解开了楚生的那个心结 然后感觉楚生后来就是 哇 管他的泥巴雨 下来我都不怕了 谢谢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舞台 是很有层次的 前面是感觉是 很轻轻地慢慢来 到大家一起 我觉得那个感觉 力量感是有的 等到你们解释这个泥巴的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它非常匹配 我觉得泥巴很重要 用泥巴我们是盖房子的 我们用泥巴做出一个那种调查的那个壶 你可以觉得它脏 但是如果你花你的心扉在这里 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 而且到处都有 你就把心态放好 然后把属于你自己的房子盖好 属于你的安全属于的地方 就OK了 给我的感觉这首歌是这样的一个力量 我第一次听鼓声歌 现场唱这么激情澎湃的这种律动型的歌 我觉得就是这个能量啊爆棚 我刚整个人就是燃起来 然后致敬一下坤哥的那个超级长的那个高音 这么高的音拖这么长并且这么稳 我觉得真的就是已经成膜了 坤膜 坤膜了 其实那个音高不高已经不是重要的 主要它 我觉得坤哥最厉害的是 它拖了巴小杰的一个长音 唱歌的人都懂 它最后最后可能会腰会有点疼啊 唱到那里的时候 对 坤哥它很有意思 它从上场到结束 像有个圈子 就那个歌的能量笼罩着它 它一半时消不掉的 你永远在这个歌里面 所以你的那份火热 对刚才包括演唱出来的那些表达 都很火热 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共鸣感 我特别喜欢歌曲结束的时候 坤哥依然沉浸在其中的 最后缓缓地唱出来的那一句 而楚生在旁边 用非常炙热的眼光望着你 等待你完成那一句的样子 我特别喜欢楚生在今天的副歌的部分 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力量都释放出来了 这份力量当中 由你自己心底的呐喊 某个角度而言 我会觉得这首歌好像是 杨坤和陈楚生的人生自传歌曲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一路他们也都经历过什么 肯定也有很多的起起落落 但是今天这两个这么真实的男人 可以在一起唱出这首泥巴 我觉得如果用泥巴来比喻他们的人生 曾经的他们是坚硬的 现在的他们是坚韧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都不会再是容易破碎的泥巴 他们会越来越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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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把热情掌声送给陈楚生 送给杨坤 同时我们也要邀请贤子和小汤来到舞台 此刻邀请我们建议团各位老师现场合议给出结果 是不是 经声音荐赏团一致合议 本轮的待定金曲为 弦子 Presenter 姚晓堂会开花的云 恭喜弦子 姚晓堂 我们要谢谢楚生 董哥 张碧晨队长要安排出下一组音乐合伙人了 上面这首歌呢 就由我和玉琪给大家表演第二轮 亲自上场了 队长 自己上吧 要不掌心有请张碧晨 张玉琪 打败他们 这首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 应该是杰伦老师写给妈妈的 你说想哭就弹琴 想起你就写心 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 这首歌旋律很简单 表达的情感也非常的直接 到我这个年纪 就是我爸爸妈妈都年纪很大了 然后一直坚定地站在你身边 这歌里面我觉得很多副歌完全是一种嘱托 即使他有一天不在了 他想对孩子们说的话 所以我自己就是还会觉得挺感触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叛逆期 每天回家也不跟我爸妈讲话 然后后来就矛盾有点激化 到最后我就收到了我爸一封信 大概的意思其实他就是跟我说 他觉得我长大了 觉得有自己的想法了 有自己的感受 然后他觉得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理解我 所以他就希望我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他讲 我记得我的回复的信就是讲了很多 我那一段时间周围发生了很多很琐碎的事情 对就因为我可能当面说不出来 所以我就写了很长的信给他 然后我们就和解了 虽然我们现在信息化了 但是我觉得信还是一个非常实体的情感的寄托 我认为是能够让对方有保障的 一定能读到的一种方式 对 你最喜欢哪句 长大后的憧憬 我们和和 你先 你说想哭就淡情 想起你就写心 情绪来了不用太安静 因为这个歌全部都是吉他 所以他就很重要 他只有一把吉他 他不上台是不行的 你看一下 那个老师没有跟我们重在一起吧 那个灯光老师我有一个想法 就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这上面 能让我们这空间变得稍微小一点的 尽量看久一点点 我跟上面陈老师想的是相似的画面 然后有的时候我妈也会给我写信 就是好好照顾自己 什么 然后一些期待 我觉得就跟这歌是一样的感觉 就是这种爱在我心里面 它一直就是在这个地方 无论你有什么就是困难 或者是有很多不好的情绪 什么 然后你就想到这个就会比较有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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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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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原来感觉是如此静静 还记得原子后的风铃 血烟自在飞行 我们聊长大后的憧憬 珍重的话很轻 你说想哭就叹清 想起你就嫌弃 情绪来了就不用叹清 你说爱了就决定 累了就别任性 原来回忆是如此温馨 你说想哭就叹清 你说想哭就叹清 想起你就写心 情绪来了不用太远及 你说爱了就决定 你说爱了就确定 累了就别任性 原来回忆是如此温馨 原来回忆是如此温馨 您把你捡 许天 为何队在飞行 也不见 请求要是如此温馨 许天 欢迎玉琪又回到我们天赐的舞台 把掌声送给她 谢谢大家 在舞台上面很少唱这种 也是非常非常极简的歌 然后毕晨老师声音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一下子就能带到这个歌的感觉里面 其实这个歌应该是 杰伦老师写给他妈妈的 是妈妈对他的嘱托 和他很多对于妈妈的回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人生中 有一种坚定的相信 有那么几个人 是真的永远不会放弃我们 永远坚定地在我们身后 因为工作的关系回家回得比较少 然后爸妈妈其实也很少 来主动地找我说些什么 我们有一个群 我们叫四世同堂 家庭群 对对对 都在里边好多人 然后因为爷爷奶奶眼花了打不了字 他们都是发语音 然后我很少在里面讲话 但是我会经常去看 因为那个人真的很多 对就会去看大家都 最近这个人过生日了 这个人买车了 这个人尾款付完了 就全是这种就很开心 总在那个群里面看一看 没事的时候 对 群一起有吗 有 有很多歌 本来我也不是很讲话讲很多 但我妈会一直打扰我 爱特尼 对 就是可能长辈过生日 或者是各种事情 在这首歌里面应该有写到关于性 大家更习惯打字 发短信 信这个事好像离我们有点远了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信的人 但凡是我的好朋友 都会收过我的信 我有想过一个很浪漫的故事 就是如果将来有自己的小孩 在她小时候开始 我就不停写信给她 告诉她我有多爱她 希望她长大是怎么样的 因为每天的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我必须要写下来 让她记得 她还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是怎么想的 所以这个舞台我是很喜欢 这个舞台给我的画面 就好像在一面湖水上有一个小舟 妈妈像一面湖水 然后我们就像小舟 到再远的地方 都是在她的爱的范围之内 都在她的怀抱里面 觉得很舒服 我们能不能听一下预期的甘声 我们有请纪述老师 你说想哭就弹琴 想起你就谢谢 听闭琴老师唱歌 我就实在不知道应该用 怎样的词去赞美你的声音呢 预期这边比较之下就显得你的声音有很多的不足之处 在这一段里边 你和毕丞老师都分别唱了一个比较长的音 在尾音的部分 其实你听毕丞老师是能够听得到颤音的 但是在你这边就是一个直音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往这些细节处去打磨一下 同意 就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别同意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肯定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是而且她年纪好小的 我都多大岁数了 我觉得我们这首歌唱的更多的 其实不是技巧 是经历和感受 她就是在一个很多东西在回味 因为她 我彩排的时候我就好感动 我特别想哭 然后扭头看她很冷静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感受上的不同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而且她的那种处理 你让我现在那样唱 我都唱不出来 尤其你唱摇滚乐 你唱groovy的东西 这种习惯带着你很轻松的咬字 但是对于这种一篇民谣演的歌曲来说 咬字千万不要在这种状况下 不然的话你会显得很多东西你吃掉了 所以这些是在唱歌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点的事情 我觉得每次来都感觉学到很多 所以谢谢大家的建议 谢谢 谢谢 贝雨琪 谢谢毕诚 此刻我们要邀请贤子和小当 回到舞台 有请二位 此刻邀请我们建议团老师 现场合议给出结果 金声音建想团一致合议 本轮的代定金曲为 贤子 姚小唐会开花的云 来 我们继续恭喜贤子 姚小唐 谢谢毕诚 谢谢玉琪 有请四位落座 毕诚 请为我们邀请出你们队的下一组 我也没人了 最后一组了 欢迎我们的心灵和李承轩 有请心灵难以高 李承轩 虽然是一个合作 我更想有一种心向的角度 听你唱片R&B的一个味道 因为你的嗓子是带着一种 Husky的一个味道 我觉得会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有一首歌叫梦翼 这种歌它加那种 比较低一点的那种Rap 对 不是 不是那种歌 稍微就是low 就像你的那种low一点的 对 应该会非常的磁性 会非常的好听 我觉得会有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活话 我觉得会很好 那Rap的话 我们肯定要自己写 对 因为我上一期是 别人写的中文词 我背词太困难了 所以这次我自己用英文来写 你写英文词 对 那我也可以写英文词 OK 对 因为我还没有在天赐这里 唱过英文的Rap 对 我觉得还蛮信心的想试试看 我那个第一个副歌的前面 我唱不上去 所以我就会 嗯 那样下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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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个Rap 我们就是这样各自往外就这样Rap好 还是有一点互动好呢 我觉得我们就是 声音给这方大 OK 就 OK 这是我在天赐唱的最R&B的一首 是吗 对 以往我们都是就是唱很高的音 然后就是很大仿门的那种 没有唱过非常纯正的R&B 因为我一直没有太涉猎过这个领域 第一次唱是这么安静 然后这么悄悄花的这种方式 品质好歌一起见证 要是唱至不许唱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带着只有的名义 给我恋人般的关心 看病也管最多你 多次要乱击同志的内心 晚月轻流在靠近 爱也变得你难不及 还现在决定 baby 说明给我都行 爱你也像热烂为困了情节 终于的幻想 正与现实无限的焦点 那些书发指明信义的并不是错觉 你在我眼前 温着我在日落里面 无数个话 沉溺温柔感 很确定这不是幻觉 今天像多么一样幻灭 暧昧是说不明 有模糊的爱意 而相爱是一场梦 你无关到风 关到雨 黑中天的星楼在潮在 却轻松的台外 你靠近我 就让我 迷失了所有 你的笑容 只等我 一生的来笑 Hey baby baby don't stop 一直我的想念熊烂烧 烂烧 烂烧 黑中我的耳边说着 一张嘴都不知那些 Hey baby don't stop 一步出场梦想到就现在 你期待的 我每天都想认你 你期待的 My baby Baby don't stop I know it will never happen But baby don't stop Counted by the days Counted by the hours Don't know what to call it But your love gives the showers You know you're the reason I'm breaking the rules No explanation Define what you do If it's only meant to last in a dream At least I had the moment of my life with you Maybe I'm hallucinated Or maybe I'm intoxicated Yeah maybe too many times Baby give me a try I'm still phased by imagination Me and you Waiting for destiny's cue I can't stop Thinkin' about that day with you There was faith that Live me down this avenue Oh no It's the good to be true It was deja vu 爱你也说 让人违反了情节 均匀的幻生 就越现实无限的焦点 那些触发证明 西异的并不是错觉 你在我眼前 混着我在 我里面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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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喜欢的那种 风格 R&B 无论是陈轩或者是西林她的强强 都是带有运动感的 两个跳舞那么好看的人 为什么不加一点舞步 如果你们两个稍微跳舞一点的话 Maya 有啊 有这个 真的希望你们就是有多一点那种 互动 互动 灵魂上的交流是吧 对 但是现在已经喊得好 里面有说唱 这段词其实是原创 是谁写了 各写各的 对 我的这段词其实是 我知道不可能有结局 但是我希望这个梦不要停 如果这最后只能是一个梦的话 那么至少我人生中有这么一段美好 是与你共度的 就是算是延续这个歌的那个故事的 对 我的也是连续这个歌词的框架内的 但是更多的 可能我是偏向于 有一种我还是要相信命运 我相信命运给我安排了这条路 为了遇到你 所以我要鼓起勇气 然后就让我的梦变成现实 这首歌它的前身是叫沉溺 在沉溺爆火之后 作者他把自己之前写的 就废掉的那些发出来 然后没有想到也很多人喜欢 然后它原版是有那种 喃喃自语的那种感觉 就是自己意想的那种 今天的舞台让我有一种对话感 很喜欢这个舞台 其实选这样的作品 本身就非常的有勇气 因为这里面非常非常多细节 在高音那部转音的东西是非常难的 第一次听到这么性格的一个rapper 锡林的气泡音真的非常好听 演唱当中其实两位老师的声音 都是朝着不同方向走的 会让我觉得两位老师的梦境是 也许你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可能你们是在电梯里面 会有瞬间的插肩而过 但是做的梦都是各自做各自的梦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巧妙 谢谢我们的建议团 接下来继续邀请贤子和小涛 回答舞台 有请监银团现场合议 给出本轮结果 金声音鉴场团一致合议 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 贤子和腰海棠带来的会开花的云 继续恭喜贤子小涛 也要谢谢陈炫 徐琳 谢谢各位 请罗总 我们先要恭喜极客军艺队 把本期的推荐金曲提前锁定在队内 接下来就是队内的竞演了 此刻派出的是 王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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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没有请 王祖兰 王祖兰 孤厨是来自香港唱作女歌手 阿嘎 张海珈的一首原创作品 王祖兰 祖兰 祖兰 小学同学 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应该还是有蛮多人还是不知道的 我们也是同班的 对 然后他是第一行的同学 我是最后一行的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职育生的职位的 然后他算是女生里面最高的两个吧 对 我是班里面最矮的 对 最高跟最矮 然后凡是他们要插黑板的时候 最高的那个地方 我们两个最矮的男生是插不到的 所以那个时候是需要 我们帮忙 他们帮忙去扛着我们 拖着我们两个男同学 去插最高的那个地方的 为什么我会觉得 可以跟祖兰到现在还是这么好感情 我很珍惜这个关系 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见证了 我们小时候的成长 对 成长 刚来到内地的时候 第一个约的就是他 对 安全感就好像今天 所以今天我跟着你 我才有安全感 一直到要上天赤 紧张到爆 然后祖儿 好一点 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想过 天赤的嘉宾祖兰会参加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知道 他从小到大的那种喜好 我觉得没有事情在他身上发生是没可能的 终于他来到天赤 给大家欣赏他的音乐方面的才华 然后我作为他的小学同学能够陪伴他 一起站上这个舞台 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 我非常的希望有一些严格的乐评人 用歌手的身份去评论我的表演 我希望这样可以让自己进一步 欢迎来到老板Rocky数字锄电空间 我们的专属AI碰饪助理为大家量身定制了美味佳肴 让我们一起来边吃边聊 欢迎祖兰哥 然后菲菲 第一次来会紧张吗 我刚刚排电的时候腿软了 我什么时候上过满场都是歌手 这样子的一个音钟 所以对我来说压力还是蛮大的 非常期待祖兰哥的这一次的舞台 加油 谢谢 两位彩排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来玩个游戏 放松一下好不好 好 没问题 给两位一个题目 两位猜一下是哪位音乐合伙人 畅行恋爱脑 恋爱脑 这个简单 碧晨姐 太对了 就是我们的张碧晨 看看 第二题我觉得更简单 又美又萨 又美又萨 我觉得是极克俊逸 我也觉得特别统一 就是我们又美又萨的极克俊逸 那第三题就有点点特殊了 它的题目叫做98秒鲜活 猜一个品牌的名字 品牌 我知道 旗帜鲜活奶粉 还有你说吗 答案不就在这吗 没错 就是我们的旗帜鲜活奶粉 从极奶到加工 仅需98秒 保留更多的天然活性蛋白 鲜活更营养 谢谢两位的参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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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开心 我会故作开心 至少心性比较接近 只怪自己口不对心 更怕你开始过问 忘情人做对孤差 暂时渡过坎坷 腹海终不似独处至少互相已来过 行人路里穿梭 在旁为你哼过 你永远并非一个 无人自别你亲疏 二人沾这声火 这一分钟方式伴侣 至少并非孤独过 一平福你风光 一平福你风光 你何莫似当初 你痛了才需要我 你欢迎我会尽快秋山 维持在一公斤圆银 今晚自己哼一句歌 会替我自己悲慢 伤心性比较高 我爱情供契 他也认为我 想念不出 你疏忍 我疏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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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疏忍 我疏忍 我疏忍 当时被你遵守 连沉车星火 这分钟放置伴侣 至少并非孤独过 一平复你风波 和我抹尘当初 你重了先随着我 有你爱伤何人意 固扯失去了我为止 但又早已的样子 仍是当中的意思 很想你知此不知 从对故障 暂时渡过阳河 腹海中不知独处 至少互相已来过 行人流泪穿梭 在旁为你哼歌 你永远并非一个 硬硬留在你手 还会路远古彩 谁知这一世令你恐怖 或者不是我 至连至于都好 至连至爱都好 你笑了不需要我 我们再次欢迎音乐人王祖兰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 一直都知道天赐的声音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舞台 最近因为也当一个歌手又重新发歌 所以今天就来接受一下各位的指导 今天不要以综艺咖喜剧人任何的标签色彩 去定义我们的王祖兰 祖兰既然来到了天赐 他就是一个歌手和音乐人的身份 所有的标准按这个来对吧 是的 随便 我觉得我是这个场地里面唯一一个 我一早就知道他是音乐人 起码八岁 你八岁知道祖兰是个音乐人 对 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 我们是同班的 同班同学 然后我们同一个学校的合唱团 所以我们一起唱歌 八岁就开始一起唱歌了 对 但是他比我更厉害的是 他能够代表香港成为香港儿童合唱团的 团员 小朋友 我就落水了 所以我觉得你才是被你的喜剧人耽误的 音乐人 音乐人 其实那时候以为就是毕业了 大家都不会再见了 就见不了了 没想到 还是又回到一起了 对 有缘分了 我们曾经也像这首歌《孤楚》一样 有一段时间我记得他来到内地 然后就一个人 那个时候没有人陪他 然后我知道他来到第一天 我就跟他说来陪你 因为当你人在他乡 那你身边就没有太多依靠或者是安全感 然后祖兰也就是早就在这里炸根了 所以找到他 他其实没有说什么 他出现就已经给了我一种很安全的感觉 嗯 我们之间的友情也是这种孤独之间的陪伴 然后这种就是感觉就是一辈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唱这首歌 除了歌词之外 他从歌声里 从眼神里 一直就给我一种扶持的那种感觉 是 今天我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看到祖兰老师 我还有点惊讶 我不知道祖兰老师以前唱歌 我是第一次 听完以后一瞬间好像在看TVB的某一个颁奖典礼 然后就两位香港歌手然后出来唱歌 就是一下子有那个感觉 他们有继承那个香港音乐黄金时代的那部分好的东西 有继承在身上的感觉 然后他们两人站在台上太有默契了 就是一个眼神马上能找到那个评断 所以第一次听祖兰老师唱歌 很惊艳 所以谢谢两位 谢谢祖兰 谢谢 我觉得这个舞台给我更多的感触 可能是一种暗流涌动的感情吧 合作舞台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后背交给你的 你的另一个合作伙伴 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感觉他们是没有负担的 这种没有负担是因为他们对彼此完全信赖 所以是一种轻松 然后投入全情沉浸的一种演唱的模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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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到两个同样应该算是1999年正式出道的 香港的出色的歌手 虽然大家常常都说港乐没落了 示威了 但是从今天二位的表现再到你们唱着的 其实就是香港新出现的 同样非常有才华的新的音乐人的作品 港乐的魅力会一直流传下去的 不只是有曾经的经典也会有新的经典 谢谢 谢谢 宣传到粤语歌了 其实王主安老师刚刚那个表演 他的所有的音准 他的音色都没问题 可是刚才那首歌 我觉得王主安老师没有唱进去 可能我的要求非常苛刻 就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追求音乐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追求技巧 可能追求高于技巧更多的东西 可能你太过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区域 你会把自己放在 OK 我是一个喜剧人 我是喜剧人里面唱的最好的那个人 可是如果你要去做歌手的时候 我们现在平等面对所有的歌手 我们就需要把自己放在歌手的位置去竞争 可能这是我自己太苛刻了 不好意思 我就是需要这样的诚实的话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 谢谢你 其实我觉得祖兰你在这个舞台上的感觉过于卖力了 我觉得你可以去考量一下 你这种从头到尾投入的演唱 和祖儿这种循序渐进的演唱是不是搭 因为其实这一段整个的演唱是从祖儿开始的 祖儿开始 然后其实你们的情感的浓度是逐渐逐渐的往前堆的 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 其实当你的那段情感浓度上来的时候 你那种投入其实很难在跟你一开始的那种演唱 在情绪上拉开巨大的差别了 但是我特别理解 就是很长时间不在综艺舞台上唱歌 特别想把每一句都唱得特别到位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舞台还是很好看的 我可能是太紧张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会用力度去掩盖那种紧张 可能真的是因为经验不足 要慢慢地来 但是我听进去了 掌声送给祖兰 祖儿 同时我们继续邀请神子 小棠来到舞台 有请剑银团现场合议给出本轮的结果 经声音剑场团一致合议 本轮的带定金曲是 由姚小棠和玄子带来的会开花的云 让我继续恭喜小棠 恭喜玄子 谢谢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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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唱的一首歌叫做 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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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 就是之前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大家一块录节目的时候 然后不是放了一首歌吗 叫 荒漠 对 然后你当时不就说 这个好吗 可以啊 因为我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 我相信你也是向往自由的姐姐 对吗 我必须选自由 就是谁也别管我 那我们俩就选自由 那我们就把自由贯彻到底 当我知道他们要合作的作品 是《荒漠上的行走》的时候 我就在想 属于极客跟王鹤野的一个 展现自己爆发力的绝佳机会 终于来了 一种呐喊的感觉 对 有什么不爽的 不痛快的 就喊出来 这个歌开场 你来开 嗯 你内心的那个 那个野剑 你完全可以发挥 我必须把它炸开 这是我 这是我 这是我能选择的自由 和极客姐合作 既是挑战 也是刺激 而我非常相信她 等于是我其实把这首歌 基本上百分之六七十的生命力 我是交到她手上的 她上来能站住了 咱们这首歌就能站住了 天赐健康归宝 滋养英语新生 我的态度先生是 这是我能选择的自由 这是我 这是我能选择的自由 在下个度口 你想做我 想用 破碎了的梦 谁也别想多了 谁也别回头 谁也别回头 就一无所有 就一无所求 就算击破了头 就算我还是没用 我猜你连哭泣都在骗自己 哪怕有意思去珍惜 有一丝去逃避 鸿沫像星宗 我被现实中的快透破血流 像一个人 一只眼 一只足道信仰 落在我的身头 松开你的手 这次我绝不说 亲爱的别走 这是我 这是我能选择的自由 叫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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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击破了头 就算我还是没有 我猜你连哭泣都在骗自己 哪怕有一次去珍惜 你 又一次去逃避 鸿沫像星宗 被现实中的快透破血流 像一个人 一只眼 一只眼 一只足道信仰 落在我的身头 松开你的手 这次我绝不说 亲爱的别走 这是我 这是我 这是我能选择的自由 这次我 这是我 这是我能选择的自由 你 为的人 alog萨沫像星宗 我被现实中的快透破血流 像一个人一尺烟一尺 走到夕阳落在我的身后 散开你的手 这次我全部说尽爱的别走 这是我这是我能选择的自由 这是我这是我能选择的自由 我能选择的自由 热热 其实你们两个怎么会在台上这么野 我就是纳闷 这首歌原曲是一首 没有太多情绪包袱的一首作品 其实我就觉得 原作者在与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 他描述的洒脱 其实是能传递给大家的 我是一个一直在洒脱的过程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唱起来也很棒 很爽 这个歌很难搞的 它框架就是这样了 它这个节奏你是快了慢了都不合适 它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的 这首歌是真的都到了两个人的统治区 是可以完全释放他们两个 所有的音乐能量 人格魅力 舞台魅力的一个舞台 我觉得我自己像个风筝 一直被他们的大风在吹着 一直在飞 谢谢毕辰老师 我一开始听这个音乐就已经带进去了 就是大家都很潇洒 很洒脱的去表达自己的那种态度 我觉得是很帅气 谢谢曾二姐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赫野的时候 应该是在一个演出现场 这一次再见到他我觉得真的成熟了很多 可能就一直在这样很棒的舞台上面 刚刚的台风特别特别好 吉克老师就很自由 一秒钟就进入了状态 刚刚的几个高音也是特别的酷 两个人演唱的感觉就像 真的是在沙漠上又孤独 然后并且又潇洒的感觉 谢谢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喜欢听到的一种 对音乐的改编的方式 大刀阔斧 然后非常的细致精致 有舞台张力的表演 这些都是非常符合我们对一个优秀舞台评价的标准 好 鼓励 牛 这个歌选得真的特别好 然后来自国内一个很年轻的音乐人 亚森的作品 对于国内的一些新的音乐人来说的话 如果能在这样好的舞台上 然后被这样好的歌手唱到他们自己的歌 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 整首歌的话 吉克你是一如既往地稳 或者你有尝试 更多不一样的突破和挑战 我们在看好的现场舞台的时候 除了所有音乐上的演唱的部分之外 包括歌手对于走位服装造型 他们有很多设计的巧思 同样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因为这都是完整的舞台作品表现的一部分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刘瑞吉老师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邀请先子小涛回到舞台 有请剑影团现场合一给出本轮结果 被攻击也有开始 有 这个比赛行者会 对 我们新闻的行者会 近身一向团一致何一 本轮的代定金曲为 又为是 一红我一贵 而被来 对 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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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莴兰 获兰 获兰 恭喜 棒 极客请邀请出你们队最后一组 他们就是陈碧刘凤瑶 来我们欢迎陈碧刘凤瑶 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是火力全开这首歌 那刘老师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时候 11年 11年 就刚发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也是 包括现在你听起来这个歌曲依然就是 依然扬起 先锋 对 好的音乐一定是能经得住时间推销的 在这一届天赐的舞台上 我们看过刘凤瑶的一些作品 他有自己的制作思维 我真的很期待他把他更全能的音乐能力 带到这个舞台上 这才是真正的刘凤瑶 我的初步的想法是 能够加入更多的民族化的东西 我觉得最标志性的 咱们把锁一定要放里头 然后呼麦波城的那个感觉 我也想到中国大鼓 而且我希望是从头到尾一直跟 因为这次整个的制作和编曲是我来的 所以我想可能各位老师会从制作这一块去打这个分 有一点点的期待 也有一点点的害怕 每日仙虫草 吃出年轻炭 那我们干杯 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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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可痛 文化时无气埋在每根神经碑 有人生孤岛心 绝不允许失败 剩你不被等待 因为音乐免得到来 忽然真正的世界 开始在摇摆 节奏和音乐 揉起了血脉 这次的战略 是火力圈开 火力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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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说Lady Kaká 我说何必怕她 别想她们磕头 文化是武器 埋在每个身心 没有人生不打击 却不允许失败 成立不必等待 因为 Music Music 变着到来 忽然间整个世界 开始在摇摆 接受而应该 揉进了血脉 这次的战略 是火力全开 火力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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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 我力尖 人滑了 心无忌 埋葬 美人生情 却不愿息失望 生意不必 你等待 你如为了解面的导温 往里切开 各位优秀的岳少老师 请慧阳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吗 第一位 这个是我们的索娜丑儿老师 张从亮老师 欢迎您 这位是我们的呼迈老师 巴雅拉嘎 欢迎您 这是我们中国鼓老师 李清 方志豪 刘孝松老师 刘孝松老师 谢谢 非常感谢 其实我们在背后听到的 呼迈老师那个声音 虽然是垫在背后的 但我觉得那个声音特别有力量 对 可以请巴雅拉嘎 给我们再来一小段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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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台上的岳少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 这首歌也是我们的音乐人制作人 刘凤瑶 主导的对吧 对对对 一直很期待 好像在做梦一样又回到这个舞台上 在台下工作人员问我 你是不是很紧张 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兴奋 也想把这两年所积累的都放在这首歌上 《火力全开》这首歌已经非常经典了 我更多的希望是让这首歌去添加更多我们自己的民族性的元素 这次也特别谢谢陈斌 因为这首歌其实元Key就已经很高了 它为了符合我的这个Key 高音的部分和低音的部分其实都在一个极限上面 所以特别感谢 然后谢谢天子的声音 谢谢 这个歌我们选定了之后 有一个地方就是让我当时特别担心 因为原曲它已经非常顶了的情况下 我们想要有一些改变其实挺难的 但是知道我的合作伙伴是凤瑶老师那一歌 我就觉得不难了 放心了 对 因为我跟凤瑶老师合作过一首歌 对 是凤瑶老师给我做制作人 大概是15年 15年 对 9年前凤瑶老师就是一个大胆启用各种音色 并且他的适配度都极其高 很时髦的一个制作人 谢谢 所以这个歌一交给他 我说妥了 我们只需要商讨一下我们要什么 这首歌很清楚的就是中国文化四个字 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都吸进去了 其实整个舞台的安排都是很有心思 不论是舞台的走位啊 还是音乐上面你的声音跟加他的声音 一直一直一层一层的叠上去 这个舞台感觉就是一个 让我们非常骄傲的一个舞台 以后如果有更多这种风格的千变万化的改变 我觉得会很吸引很吸引全球很多很多的观众 谢谢老师 我一直非常喜欢凤瑶歌 在制作上他算是我的半个偶像了 我觉得这次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编曲 是的 最难忘的就是这个歌原曲的一个 就是那个riff 用唢呐吹出来了 这个是让我头皮发麻的一点 这个舞台我学习到了很多 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虽然整个舞台它的音色很多元 层次很丰富 可是我一直都离不开陈斌的音色 尤其他唱到那个 因为musicman的到来那时候 他整个状态就是一个摇滚女王的状态 然后我觉得歌词是可以改一下 就因为music queen的到来 很酷 谢谢老师 这首歌让我感受到了 他最初的信念感 以及应该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 持续到的那种文化自信的力量 就是失以偿自以自强 我们对自己的东西充满自信 但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 而是我们靠着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 同时海纳百川的去接纳各种各样好的营养 最后转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非常响亮的歌声 很棒 谢谢老师 谢谢 掌声送给陈敏 送给刘凤瑶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王鹤野 齐克俊逸来到舞台 这是我们第五季 第十一期 最后一轮的亲眼舞台 到底哪一组音乐合伙人 会成为我们本期的推荐金曲呢 有请剑银团现场合议给出结果 他俩高音都挺高的 都很有力量 一个是中式摇滚 然后一个是乡村摇滚 金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 天字的声音第五季 第十一期 推荐金曲为 刘凤瑶与陈冰带来的火力全开 恭喜刘凤瑶 恭喜陈冰 谢谢齐克俊逸 谢谢王鹤野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 东阳光仙虫草 请取时刻 谢谢 谢谢大家 送上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礼合 谢谢 好吗 同时请二位跟我们分享 你们的态度先生 这一次的战略是火力全开 绝不允许失败 胜利不必等待 谢谢二位 本期我们的态度先生的话题 分享你与火力全开这首歌的故事 关注天字的声音 还有我们东阳光仙虫草官方抖音账号 跟我们一起进入到态度先生的主题活动 就有机会获得惊喜 要把早餐送给我们本期的两位队长 极客俊逸和张碧晨 也要谢谢每一位优秀的音乐合伙人 音乐让我们铭记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音乐也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天赐的声音 特邀嘉宾团大梦归离剧组 他们将为大家带来 与天赐的声音共唱的合作曲 小诗句 让这首团歌抢先带大家一起随句而动 总有这世间发力千万句 不及一生无愿意 若是天把命注定便于天为敌 我命里露作神徒随风去 爱恨都无再提 我命里露作神徒随风去 不如做一场唏嘴的梦在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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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这世间发力千万句 总有这世间发力千万句 不及一生我愿意 若是天把命注定便于天为敌 也不及一世间发力千万句 所以我们的改静 不过就这么想一场唏嘴的梦 赐的梦想到无恋意 岁月的谜题 生命的悲喜 浪草三两句 有爱恨电梯 我愿变成风 也像花作雨 陪你千万里 从难走到北 从冬场到西 烟火做星雨 总有这世间发力千万句 不计一生我愿意 若是天榜注定便于天位 地 月下情歌半剑舞随风起 迎进明月球风影 写下小小的诗句 大大的传奇 你查这世间发力千万句 不计一生我愿意 若是天榜注定便于天位地 共鸣里落作尘土随风去 爱恨都不再提起 不如做一场戏曲 大梦在归零 不计一生我愿意 不计一生我愿意 在《大梦归零》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千年打妖 赵远舟 我是看似完事不公的外表下 但是怀揣着一颗炙热的内心 大家好 我是陈都灵 在《大梦归零》中饰演文霄 是一位始终在微笑关怀着身边人的神女 大家好 我是田家瑞 在《大梦归零》中饰演的是卓亦辰 一个组织的统领 然后负责捉摇 就是捉他 其实就是一种一敌一友 经历了一些人生转折点的时候 突然理解了他之前的一些做法 最后我们共同去面对最大的那个敌人 大家好 我是陈潇 在《大梦归零》中饰演的是裴思靖 然后我是全剧唯一的人类 大家好 我是延安 在《大梦归零》中饰演的是黎伦 外表呢 是坏蛋 内心是个笨蛋 迷人又可爱的反派 没错 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 刚才跟《毕生》一起合唱的旧歌 被称之为你们的团格 那旧歌对于你们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这首歌就已经制作出来了 每个人都对这首歌充满了热情 有非常非常多创作的动力 并且投入了很多情感 每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场景下 我们都会挑这首歌来纪念 毕成跟咱们《大梦归零剧组》非常有缘分 今天带来了这样一个舞台 对 要为这部剧唱曲 你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 这真是个天大的秘密 但这歌还没录呢 现在 还没录 对 能不能邀请毕成给我们清唱一段 好好好 太好听了吧 谢谢各位 谢谢 距离我们第五季收官 只差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七天以后 湖北一都万人体育场演唱会见 一都的朋友你们好 让我们全场感受到你们的热情 微博搜索天字的声音话题也参与讨论 观看更多简精彩内容 跟微博网友们一起畅想惊许 好 小语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